喔 誰哩喔 上面燈如果太亮的話可以調聽 直接來 直接來是不是 好 韋伯先來講一下這一次是自己創的 就是一個新的詞對不對 對 這張專輯叫Mr.R&B 節奏先生那其實 因為大家知道以前R&B是非常流行的 現在都變得比較 現在的音樂之後然後你會發現很多的 流行音樂都變得更多的 古典啊更多的中低音 中節拍這樣子所以這張專輯 就是我自己想要說 Mr.R&B是因為我覺得我的 歌曲一直以來都是 有豐富的節奏 跟豐富的節拍那我覺得 在這張專輯我可能更把它加大放大 就是不管是情歌 還是不管是快歌 其實我的節奏都是非常非常的重 然後所以我覺得就想說 叫他Mr.R&B節奏先生 那你把也是像先生節奏一樣 就是我的歌幾乎的 靈感跟來源我在做的時候 都是都是從這個想法出來的 剛剛專輯等了差不多三年的時間 怎麼會需要這麼久 是全部自己創作 沒有因為除了自己創作之外 然後還有就是因為 我會演忙嘛 然後去年這兩年也跑巡迴演唱會 然後也有節目 然後 所以去年出了兩張單曲 然後成績也都很好 我也很開心 那當然就因為現在是 不像以前一定要 好像每一年要出這個專輯 現在可以有單曲去 去讓大家聽到你的音樂 也是不錯的 所以我現在也會選擇多一些 單曲的發行這樣子 然後像這首歌 雖然專輯是八月 可是我們這首暖身單曲 暖身單曲 就是在七月就會先跟大家分享這樣子 所以有為了這張專輯 你真的很努力剪的那一次嗎 應該說是挺努力 因為這一次我真的之前胖到我自己 有點認不出我自己了 對對對 就是之前真的太胖了 然後是我的人生的巔峰 然後我其實當時有一點沮喪 因為想說怎麼可能變成這樣子 然後怎麼吃都瘦不下來 然後後來就 也不知道 就可能開始就是 烈烈舞啊 然後稍微 真的是照自己的節奏 把飲食控制之後 就真的大概在幾個禮拜 到一個月 可能就真的差五到八公斤這樣子 那飲食習慣有特別去改變嗎 就是不要激口啊還是怎樣 當時是有 當時就是我不太吃澱粉 然後同時就是多吃一點肉吧 然後不要去 早去外面吃 對 我都點一些很簡單的水煮了這樣子 去吃 所以水煮其實還是挺有用的 所以很久沒有吃烏肉飯了 瘦下來之後就開始吃了 現在已經開始吃了 現在已經開始吃了 對我那天吃進去就吃了兩碗 很開心 很開心很開心 所以現在身材自己還滿意嗎 目前不是我最滿意的時候 我當然還有更滿意的時候 但是我覺得 就是在 在 因為你要想想看 當時我是破九十嘛 對不對 啊怎麼講出來了 所以回去一天八十幾個 當時 不是 我剛剛不是講 當時我有一天胖三公斤 所以那時候破九十 所以對 大家在自己 大家算數都不好 好不好 不要再撿了 不要再撿了 對 還要努力 還要努力 那現在慢慢瘦下來 我想說 再繼續努力 架把金 有 我覺得我離我的 應該要的這個標準 還差四公斤 對對對 所以再十公斤就可以了 對對對 所以剛剛有自己說 是被體重耽誤的歌手 真的沒有說 真的 真的是被體重耽誤 因為我覺得 我的類型音樂啊 就是 但是如果我出來 然後在那邊 比如說rap 或是唱歌 對嘴這樣子 然後如果很胖 就很像胖子在生氣 你知道 就是 就不酷啊 所以一定要瘦下來一點 才能做一些動作 然後跳舞也會比較 不會那麼的 這個 太重的節奏 對 那最近半年 因為跟陳琳一起在那個弟弟 最近兩位有說 看節目播放 然後覺得說 慢慢的一直有在變瘦的感覺 你們有一起分享說 因為 陳琳就 一直說自己胖 我就不懂她哪裡胖 她一點都不胖 然後她就一直說她很胖 她就要減肥 她也減了好像 五六公斤的感覺 然後 我就 她在講的時候我就不懂 我就不解 你胖那我是什麼 你知道嗎 就是我會覺得很奇怪 反正 對我們兩個就開始實施 比較嚴格的計畫這樣 然後 除了我們體重之外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我們看到很多年輕的選手 她們是真的很努力很堅持 我也希望大家可以支持這個節目 因為她們這些年輕的女生都挺努力的 挺對唱跳什麼表演都很有熱情 所以我看到裡面也是挺感動的 對 那接下來新專輯發了 有沒有計畫往後面開始 新的巡迴啊 當然 當然這些都是在計畫之內 所以我覺得 先把專輯的宣傳做完 然後讓大家聽到 我籌備了兩三年的歌曲這樣子 然後 接下來就一定會有很多更好的消息 跟大家分享 對 當專輯是有突破 整大的突破是穿短褲 對 對人家說可能突破是 不穿上衣啊 對我來說是穿短褲 對 對因為我一直記得很清楚一件事情 除了粉絲有講過之外 安苡萱也跟我講過 就是說 她說她以前看Channel V的時候 就覺得說 喔欸這個新的VJ不錯 那我剛出道嘛 就有一天我穿短褲之後 她說她再也不看了 對 所以就是 現在我覺得可能這個影響還挺大的 對 所以你當初真的因為 吳安知道我們 然後苡萱講這個話 所以就是真的不在大家面前 我 我確實在印象之中 是沒有再穿過短褲了 對 只要在螢幕前 我能盡量不穿短褲 就盡量不穿短褲 就盡量不穿短褲 對 所以這張專輯有機會看到你穿短褲嗎 有有看到短褲 這次真的穿短褲出現 當然也會修一修啦 但是我意思說就是 還是會有短褲的造型出現 實體的小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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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體小腿你跟我就是 來看我打籃球的時候 我會穿 我不可能打籃球穿長褲啊 多奇怪 欸你怎麼知道 對我還會加個束褲 被抓到騙人 好 還是弄完小腿之後 要考慮往上面發展這樣 呃 往上面發展 你說大腿是不是 胸就是胸 胸的 胸其實這次也有露 大概三分 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 對所以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我是覺得沒什麼好看的 但是你還是可以看一下 看一看你的胸 對 有有有有有稍微露露露 就裡面沒穿衣服 然後只有一個西裝這樣子 對 會脫掉嗎 呃 呃 大家可以到時候期待一下 沒脫啦 哈哈 好 謝謝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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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天 這樣背板可以嗎 對對對 哈哈 你沒好看啦 我來手下 也可以也可以啦 也可以啦 喔喔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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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啦 對對對 不要不要不要 哈哈 好啦來 沒關係 沒關係 來 好來 單拍一下單拍一下 潘瑋柏夏日的穿搭 這次真的啦 我覺得他沒人有毅力 而且真的是絕對對於專輯 之前已經發表過的 Moonlight跟這個愛米三線 都收入在裡面 應這個歌迷粉絲的要求 是一張很大包的專輯 好 OK 右手邊 一小步 好 謝謝 謝謝 下個禮拜 一請大家密切 鼓勵進來半年 通往回國的QD Love 指新歌會進行 全面的首說 8月14號 Mr R&B 節奏先生大節正式發行 OK嗎 好 謝謝大家